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了 你不能说因为生了个孩子 连命都没有了 对不对 为了给丈夫生出个儿子 高龄产妇差点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然而丈夫和婆婆的冷漠态度 却让一生忍不住当场发飙 这名产妇名叫林晴 今年38岁 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然而由于没有生儿子 她在家里甚至整个村里 一直都抬不起头来 因此她才会把生儿子 当成自己的终极目标 这是她第三次怀孕 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医生发现她腹中的胎儿位置不对 而且胎盘还长到了子宫基层里面 这也就意味着 生孩子的过程极有可能会遇到大出血 而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导致孕妇死在手术台上 孕妇死亡的第一原因就是才要出血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严重的事 尽管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医生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一切准备充分之后 手术很快就开始了 医生需要连续划开产妇的脂肪层 前翘 肌层 腹膜 子宫胶膜层以及子宫基层 整整齐层 最后才能娶出孩子 然而刚切开产妇的肚子 医生顿时感到有些不妙 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糟糕 严峻的形势让在场所有人都摒弃宁神 大家知道接下来肯定会有一场恶战 灵情腹中的胎盘已经深深嵌在了子宫基层里 要想把孩子从子宫中娶出来 就好像用力将大树连根拔起 这必然会导致产妇大出血 所有人都忍不住捏了把汗 紧接着 医生们进行了一番紧张的操作 在大家的共同配合下 孩子总算是成功取得出来 灵情如愿意长生了一个儿子 然而很快 医生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孩子降生之后 灵情立刻出现了大出血的情况 血流像柱子一样从他体内喷涌而出 场面十分危急 不过短短十分钟的功夫 灵情体内便迅速流失了3000毫升的血量 而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血量 也不过在4000毫升左右 医生们连忙紧急调来大量血包为他输血 然而灵情体内的鲜血 却依旧像喷泉般不断向外涌出 医生又尝试用手压制住出血点 却依旧没有任何涌出 眼见情况愈发不妙 医生们连忙找到灵情的家人 准备下达病危通知书 医生跟灵情的家属详细描述了手术室内的凶险情况 并让家属们做好最坏的打算 如果还是止不住出血口 他们只能采取切除子宫的办法 毕竟保住产妇的命才是最要紧的 然而灵情的丈夫和婆婆听完后 似乎并没有太大反应 只是反复强调一句话 真的万不得已的时候才那个 对我们肯定是万不得已 才切自己的 不会 转眼间 灵情的出血量已经达到了6000毫升 血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 可灵情的情况依旧没有任何好转 尽管医生们尝试了很多办法 血还是止不住 最终医生们还是决定切除子宫止住出血点 然而在签署同一书时 灵情的丈夫却犹豫了 见到这样的情形 负责沟通的医生忍不住有些生气 你脑后已经够不容易了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了 现在心里还是那么快 血压很低的 你不能说因为生了个孩子连命都没有 灵情的丈夫最终还是签了字 就这样 灵情的子宫被成功拿掉 凶险无比的大出血也总算是止住了 从手术室出来后 灵情当即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这场手术中 他总共出了一万毫升的血 相当于他体内的血被整整换了三次 咔一点点 他就永远留在了手术台上 手术结束后 医生们哥哥勒得汗流加倍浑身贪软 而地上触目惊心满是鲜血的纱布 也说明了房财的情况到底有多凶险 在场所有医生都忍不住感到有些后怕 但好在这场恶战总算是大赢了 转眼来到了十天之后 顺利度过危险期之后 灵情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他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儿子 看着儿子的笑脸 灵情忽然忍不住百感交集 灵情坦言在生完二女儿之后 他很长一段时间 心情都处于低谷之中 婆家的冷言和轻视 周围亲戚邻居的嘲笑 让他一度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 我一般心情很不好 因此生儿子逐渐成了他心里的一个执念 然而历经这么多磨难之后 他也只能无奈地感慨一句 其实我觉得还是做男的好事 就至少不用遭那么多的罪 事实上 除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作祟之外 还有很多原因 都会导致女性选择冒着生命危险产子 上海一共有五家危重孕妇会真抢救中心 在这里工作的一生 见证了太多产妇拼上性命也要生孩子的情况 然而在他们眼里 却很难去感慨和赞颂这些产妇们作为母亲的伟大 因为在医生们看来 无视自身身体状况生孩子的行为 无疑是一场生命的赌博 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 就是女人为了生这个孩子有很多 她为了家庭的完整性 或者对丈夫的爱 或者破予其他的压力 婚姻的压力等等 有各种原因要生孩子 真的是冒失 懂得 道理我都懂的 但是命是我的 我决定 我决定要这个孩子 25岁的无疑 大概是让这些医生们感到最揪心的一个产妇 她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并且还伴有重度肺动脉高压 医生多次告诫她 像她这种情况是不能生育的 怀孕生子极有可能会要了她的命 然而无疑却十分固执 她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反对 坚持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 事实上她已经流产过两次了 这是她第三次怀孕 这一次 她说什么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自从怀孕起 无影一直因为这件事和家里争吵不断 如今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28周了 她也和家里吵了争吵28周 看到身边的朋友 陆陆续续游了孩子 无影总是感到无比羡慕 对于女儿的这个冒险决定 无影的妈妈又生气又无奈 一家人为此每天愁容满面 然而扭不过无影的坚持 日子还是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随着胎儿的长大 无影脆弱的心脏开始出现了反应 眼见就要到了忍耐的极限 为了安全起见 尽管胎儿还没有足月 医生还是决定提前为无影做剖妇产手术 手术之前 医生找来了无影的家属 跟他们讲述了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 并让他们做好最坏的打算 全家人都面色凝重一言不发 没人知道手术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们都有好运 手术之前 无影在外地的爸爸给他打来电话安慰 再听到爸爸声音的那一刻 原本坚强的无影 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然而无影害怕的并不是自己的安慰 而是害怕孩子不能平安降生 考虑到无影的特殊情况 医院里特意找来了最好的产科团队和麻醉医生 尽管手术本身难度不大 然而最让医生担心的 是生产之后无影的身体状况 泰尔一旦拿出 他体内的血循环情况将会发生极大的改变 而他原本就脆弱的心脏 会因此承受更大的压力 如果血压控制不好 无影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很快 在医生们紧张的配合之下 无影肚子里的孩子终于被成功娶了出来 是一个男孩 出生时只有七个月大 体重也只有1005克 无影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幸运的是孩子很健康 然而取出胎儿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孩子出生之后 无影的血压果然如医生所料 一下子变得不太乐观 很快无影便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而他的孩子因为是早产儿 也被送往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术后第二天无影就醒了 然而他的各项生命体征却极不稳定 依旧会随时面临生命危险 为此医生可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研讨相关的治疗方案 一家人紧张地守候在监护室外 隔着玻璃看到女儿奄奄一息的模样 无影的母亲心如刀脚 忍不住站在走廊上气不成声 无影在外地的爸爸也总算赶了回来 看到女儿的第一眼 他当即忍不住泪如雨下 在重症监护室的第八天 无影的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他的血氧饱和度已经降到了59% 只有常人的六成 更糟糕的是 他的肺部出现了严重的感染 各科医生全部被调集起来 所有人对他展开了紧急抢救 在医生们抢救之下 无影最终还是永远闭上了眼睛 不可能回来 医学不能解决 所以我这种病人根本就不能好 他一眼都没有看过自己的孩子 你说可惜吗 对吧 就这样 这个年仅25岁的女孩 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无影的爸妈顿时摊倒在地窟的昏天黑地 而医院的清洁工也忍不住感叹 这窟都哭宝宝 哭宝宝 我妈多可怜 执着 把病都打上了 林晴与无影的故事 出自纪录片《人间》是第二季 上映于2019年 两个故事都让人唏嘘不已 同时也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反思 对于林晴来说 她的人生仿佛就是为了给婆家人生出儿子 生出儿子后 她顿时感觉任务完成了 难以想象如果她这次生的还是女儿 再加上又被切掉了子宫 她回到家里将会面临什么 一句轻飘飘的重男轻女 不知让多少女人为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而无影的故事则更加让人心痛不已 一句有孩子的人生才算圆满 女人不生孩子就不完整 让这个才不过25岁的姑娘直接命丧黄泉 然而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过惨痛了 也让人忍不住疑惑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为人父母的责任 难道就只是把一个懵懂无知的小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 仅此而已吗 实在难以想象无影的孩子长大后 如果得知妈妈是因为生了自己才离开的 她会作何感想 而一出生就永远失去了妈妈 这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也实在太过残忍了 为了所谓的人生圆满 完成任务 为了保住婚姻 养儿防老 为了传宗接代 不被笑话 生孩子这件事被赋予了太多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然而又有多少人 纯粹只是因为爱孩子才选择生孩子呢 那些被迫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 长大后真的会因为妈妈当年聘了命 乃至搭上自己的命也要生出他们这件事 发自内心的感激吗 事实上 生孩子只是一种人生选择 每一位女性都有子宫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选择生育 作为生物 繁衍确实是一种本能 但是否生育孩子 应该是家庭和社会的双选题 而不该是被逼无奈潜意识下的单选题 更重要的是 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 在这道有关自身安危的选择题中 应该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她们的身体应该由她们自己做主 而不是被迫屈服于社会观念和家庭观念 另外 我们也无法责备那些不顾性命也要生下孩子的母亲 就如同我们不该责备那些遭遇性暴力后 没有勇气站出来的受害者 因为比起质问她们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在于 她们为何没有做出别的选择 在传统社会观念的重压之下 她们真的有其他选择吗 母爱的伟大自然是无庸置疑的 但母爱不该是被生育所写过的工具 我们也不应该用妈妈这个身份 去随意捆绑任何一个女人的一生 毕竟 在成为妻子和妈妈之前 她们首先应该是她们自己